等一下他也可以錄音 副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那今天 很高興 我們請到我們科的長輩 林恩德林教授 來跟大家做這個Grain Run的演講 那林教授 是我們科在 在前 之前是非常 就是在他的領導之下 我們做了很多的一個 內分泌 尤其是假裝性癌的一個 研究 所以在台灣 大概講到假裝性癌 大概就會想到 我們的林恩德林教授 今天很高興 他要跟我們講 Cherotropin 在Cherotropin 的一個Synthesis 跟Oncogenesis 那我們就直接歡迎林教授 好 先請 陳寅君 菲洛萬 來Present一個Case 各位醫師 大家早安 我是梅塔菲洛萬 陳寅君 那在就是林教授 跟大家深入 discussion之前 先跟大家就是 做一點引言 就是這個Case的報告 這樣子 那這個Case是一個 他是在16年前的時候 第一次到民怨就診 那她是一個 34歲的年輕女性 那當時她來就診的時候 她是沒有特別 Underline disease 那也沒有就是 其他一些 抽煙喝酒的習慣 那人的體型看起來是微胖 那這個病人在1996年 第一次到民怨就診 當時的主述是 有一個repeat attack pultation 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 那每次的duration 大概是一兩分鐘左右 那她是sudden onset 那sudden 自己結束這樣子 那當時她是到我們急診 還有我們CD的OPD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她是有一些Case waiting的症狀 那combine有一些body will lose 那她的mance amount 當時也是有增加的情形 而且她的經濟也是比較不規則這樣子 當時的在我們醫院有document的EKG 看起來是PSBT的episode 那在CB的OPD急診的話 是有給她一些rate control的藥物 那因為懷疑病人可能有hypercyroid的情形 所以說有refer到我們MENTA的OPD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下面這個表 她病人的T3跟T4是明顯的是比較高 那TSH的話是在normal range 那病人 我們有幫病人測她的cyroid antibody 都是negative 那病人sireoid echo的話 看起來的話是一個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 那有一些cystic change的情形 那因為這個樣子 出了就是CBOPD給病人使用就是rate control的藥物 讓病人的heart rate 從100下到120下 變成大概看門診的紀錄 大概是80下到110下左右 之外MENTA的Clinic是給她anti-cyroid agent treatment 那是從97年一直到99年使用藥物 那99年 1999年的4月停藥之後 本來想說完次停藥之後 在5月份的時候 病人又有一次新的pulpitation episode 那當時也是到我們急診來 那急診當時的EKG document是一個PSBT 所以之後只好又繼續使用anti-cyroid 對方的Agent treatment這樣子 那之後的大概1999年到2000年 之後病人follow的cyroid hormone 3T4一直是高的 那TSH的話有時候會偏高 有時候是normal 那所以說懷疑是一個 secondary hypercyroidism的情形 所以我們有幫病人就是安排一個 TRH Stimulation Tester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病人在Best9的時候 病人的TSH Level是7.33 是比正常值稍微高一點點 那在打了TRH之後 一直到180分鐘 就3小時之後 病人的TRH 那TSH並沒有被Stimulation起來 所以是no response 那不然於是本身parteutory gland 有一個hyper-functioning TSH scruiting 的一個 tumor 那我們也有幫病人驗 其他parteutory gland function 那不管是在Cortesol STH 這個ASIS 看起來是沒有明顯偏高的情形 那LH跟RH還有 extradiol這個ASIS的話 是也沒有就是central的 還有hyper的情形 那proletin是稍微偏高一點點 那因為懷疑有一個parteutory gland tumor 所以說當時有在2000年的時候 有幫病人排一個parteutory MRI 那看起來我們可以在parteutory gland 那邊發現一個 0.6公分左右的一個 microadenoma 那... 這個圖不見了 那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說2001年的3月份的時候 病人接受了筋疊胺的parteutory gland tumor extension的手術 那手術後來Pathology 證實那個tumor 是有TSH secreting的 是IH stem TSH是positive這樣子 那原先就是這邊 這邊是從 原先這邊放的是從1997年到2008年 病人的TSH hormone 大家只好用想像的 那TSH hormone跟3T4的label 那病人 這個病人的話 從initial發病一直到手術完 2001年 病人手術前 他的3T4一直是偏高的 那大概都在2到5之間 那TSH的話 大概是在手術前 TSH label的話 大概是到2到11 那正常值 TSH是在5以下 那所以說是在正常 或者是偏高的情形 那手術完之後 2001年3月手術完之後 病人的3T4的label 其實手術完之後 也並沒有有效的 很明顯的 調到正常範圍 也都是偏高基因 大概是2到4或5之間 那TSH label的話 跟素前比較起來 是又比較低 那大概是在1到2點多之間 那都是在我們正常範圍 不過理論上來講 TSH 3T4如果說是高的話 TSH label 應該要被 suppression到 lower limit 底下 那這病人並沒有這樣子的情形 那因為懷疑病人說 是不是有resitual tumor 那所以說我們有幫病人 就是除了就是 在2001年的8月 術後5個月 有幫病人安排一個 siris scan 那uptake是normal 那另外的話 在2002年的5月 有幫病人follow一個 patriotary scan的MRI 那看起來的話 是沒有看到 tumor resitual tumor 那不過就是它functioning 表現出來 是有這樣 是有resitual tumor的樣子 那所以說這個病人 接受了bormocryptin的治療 從2002年開始 一直吃到 這個一直吃到2011年 那在2011年的時候 就是病人在門診 發漏的時候 發現就是病人的sirroid 有一些goiter 在特別是在左側的地方 所以說2011年的7月 我們有幫病人排sirroid echo 那待會會有比較細部的敘述 那去年的8月的話 有在幫病人排一個sirroid scan 那這是病人在去年7月 發現就是有goiter 那幫病人排的sirroid echo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病人 他的rightsirroid 是稍微比較大 那不過就是 general來講還是normal 那這是病人 左側的sirroid 就是摸到有goiter的地方 那可以看到就是有一個 大概5公分左右 nahetrogenus 那跟正常的sirroid組織 比較起來是比較 hyper echoic的一個legion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 nodule legion 的 vascularity的話 是非常的豐富 那於是我們有幫這個 這個 這個 nodule legion 做 cytology 做aspiration 那 cytology 的報告 看起來的話是 有many creature of follicular cell 而且看起來的話 它本身的chromatin是比較close 可以看到一些nucleolide 那本身 細胞的大小 也是有稍微大大小小 不一的情形 所以當時 Echo 的診斷 是一個follicular neoplasm 那在它的那個左頁 那所以說是建議 病人接受手術進一步 手術治療 以及就是幫病人 幫病人check他的tumor 一些tumor marker 比如像是CEA Focacitonin Cyrogrobin 等等 那這是在 同年去年8月的 Cyroid Scan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這是他病人的Cyroid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病人左側的Cyroid 也是有一個 大概5公分左右 hypofunctioning tumor 那這是病人 在去年的時候 幫他做的 他的antibody 去年也是Native 那病人從1996年發病 一直到 目前為止 antibody 都一直是Native 那病人的 那個 Tumor marker的話 Cyrogrobin 大概是620 比正常值25高 非常的多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病人在 去年的11月 接受了 Bilateral Subtotal Cyroidectomy 那Pastology的報告 是一個 兩側都有 Papillary Micrococinoma的情形 那所以說 最後幫這個病人 目前 下一個簡單的 就是 Summurize 那這病人是有一個 Papillary TSH Scritting的 Microadenoma 那在2001年3月的時候 接受了 經典案的手術 Tumorization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是還有一些 rescue function 的一些 至少是有一些 Tissue 那目前病人是在 Under Umocryptin 的 Treatment 那關於這一點的話 我們目前幫他安排 MRI做後續的 Papillary Ibulation 那另外的話 另外的話就是 在 TSH一直有 Scritting的 Base Night以下 那在去年 11月的時候 就是有診斷出一個 Bilateral Monticentric Populary Cyroid Cancer 那11月的時候 做 Subtotal的 Bilateral Cyroidectomy 那目前我們的 Plan的話是 預計在下個月的時候 會幫病人進行 本地的是Total Cyroidectomy 以及.131的治療 那是 這是這個Case簡單的介紹